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经验不足 小便不利 大便密节 反胃呕吐 消化不良 发烧口渴等症状 第四 补铁补血 甘蔗中含有丰富的维生素和矿物质 每公斤甘蔗含铁9毫克 居水果之手 是有补血果的美称 第五 生津结酒 甘蔗中含有大量的水分以及糖分 口渴的时候吃一点甘蔗 能够马上缓解口渴 同时甘蔗对缓解酒后繁杂 酒后补饰也有疗效 第六 清洁口腔 甘蔗能够滋润喉咙 保护嗓子 多嚼甘蔗能够坚持 还能够锻炼面部的肌肉 口臭 嘴巴发炎的人都可以多嚼嚼甘蔗 但是要注意 使用甘蔗后要及时的漱口 以免过多的糖分在口腔滋留 引起取齿和口腔溃疡 平时大家吃甘蔗时多为榨汁生吃 下面礼师介绍几款甘蔗的食料饭 第一 百合二汁汤 材料用到百合100克 甘蔗汁 白萝卜汁各200毫升 蜂蜜枸杞适量 做法呢 百合洗净 加水煮烂 锅中放入甘蔗汁 白萝卜汁 以及枸杞煮沸 再加入蜂蜜 搅拌均匀后降温保存 在睡前服用 它用肺止咳 生菌止咳 适用于肺躁可受的人 第二 甘蔗马蹄水 材料呢 甘蔗200克 马蹄150克 红枣50克 红糖50克 桂眼肉10克 做法呢 首先甘蔗去皮切成圆段 马蹄去皮 红枣洗净 用冻中一个加入甘蔗 马蹄 红杂 桂眼肉 红糖 注入适量的清水后 加盖 将冻中放入锅内 隔水用大火炖两小时 继成 汤呢 清热解毒 清肺热 适合冬天 口干舌燥 鼻子发痒 咳嗽 常服可提升免疫力 好了 朋友们 看完今天的内容 记得帮你一次点赞分享本视频 并点赞视频下方的小铃铛 感谢大家支持